感谢观看 的致性 发现 Afi 发现 哈喽大家好我是CG 那今天这支视频是大家等非常久的共分享 因为两个月没有拍了嘛 所以今天这支是结合了6月和7月份的 那么赶快数张数绝来介绍哦 7月份呢我买了非常多的面膜 因为我微博上面有写一个面膜功课 有看的人应该会知道 就买了一大堆面膜来用 在其中我就发现了好几款我非常爱 非常心仪的 就挑几个出来介绍给大家 第一款是日本的cosme排行版 他们家自己出的 琉球美极海藻和花和果实的精华面膜 第一个是因为它外包装很美很特别买的 第二个它的保湿真的做得非常的棒 就是你敷完以后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你的皮肤被补足了水分 皮肤非常的有弹力和滋润 除了效果非常的好 它的面膜直接做得很棒 就是很厚而且一点都不依照 敷在脸上贴合度很高很容易贴 然后精华也有超级的濁 而且不油腻不粘稠就非常的水 它的外包装撕开以后里面竟然还有密封包装 因为现在外面基本上卖的都是撕开以后里面就已经是面膜纸和精华了 但是这个做得非常的精细 它一袋里面是有三包 而且还会喊一张说明书 它这个成分就是冲绳的海藻精华 一些日本纯天然纯自然的素材 唯一一个能跳出来的缺点呢 就是它的价格有一点贵 一包里面才三张就要1000多日币 相比外面一般的面膜来说我觉得有一点点高 但是以它的这个质量和效果 我想我还是一定会再回购的 接下来应该是大家不会陌生的 实则研究所的毛孔符子大米面膜 这个我觉得它的性格比非常的棒 一包里面有10片 价格也便宜 然后它的效果也显而易见 针对这个价格有这个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好了 因为敷完它以后真的有明显感觉到毛孔会得紧致起来 就不知道敷完还是很舒服吧 舒服我觉得而且很保湿 一点都不刺激啊 会感觉到肌肤的一些很小的毛孔都打开 把它的水光给吸收进去了 因为我目前只敷了三次 然后它就可以给我这么明显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用完了还是可以再回购的款 还挺好的 仅次于大米面膜呢 是这一款 也是实则研究所的 那我觉得它的效果会比刚才那款 再更微弱一点 但是也不差 然后它的仅致毛孔增加弹力的效果 是没有大米面膜的那么好 反正就仅次于大米面膜啦 因为这款也是十枚妆 然后白菜酱 整体来说是非常的直啦 那没有用过的也可以试一下这个 说不定它会更适合你呢 还有这面膜比较人们 但是我还是想介绍一下 这个拍子我会打在屏幕下方 它不再要装店卖 也不再装柜卖 它是在那个日本的美容院 Sky啊 皮肤管理的那些美容院里面会卖 我这个也是朋友那边拿的 入手方式会比较困难啦 但是我觉得它效果真的还蛮明显的 保湿啊 嫩敷啊 弹力啊 做的都非常的棒 就敷起来的效果还蛮好 蛮明显的 就是价格贵 它一包的价格要2000多块 3000日比法税还算挺贵的 如果每天敷的话可能有点消耗不起 我觉得比较适合有条件的人 一周一次或者一个月一两次的 特别护理来用 它的用法也是比较特别的 大家能不能看到它是两层密封的 上面层是面膜的 纸是钢的哦 下面呢是精华液 因为它下面的这个精华 是有很多的维C成分 维生素C 遇到空气的话会氧化掉 所以它就为了更好的保湿线度 就做成了这种形式的 用的时候把中间这条密封的压线 把它给挤软掉 就让美容液再倒过去 让面膜体浸透这些美容液 抽出来就可以敷了 那它号称是美白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 骨髓保湿滋润 以美白更明显一点 可能还要再试一下 它的美白效果 最后一个面膜 用完是叫 BOTANICALES 摩洛格海尼果霜面膜 那它是涂抹状的嘛 所以 就是泥状面膜啦 我会喜欢它的原因是 它涂抹在脸上的时候 一点都不紧绷 就是你的表情啊 你的脸部自由自在的活动 都是OK的 因为我用过别的一些涂抹砖面膜 要不然就是会干 要不然就是很紧绷 它是完全不会 而且呢 它的质地涂上去非常的滑 就好像涂了一层油的果冻一样 反正你涂在手上的时候 一直是处于这种状态 滑嫩嫩的 另外呢 它敷完以后的脸 非常的嫩滑 就是会忍不住手下 去多摸几下脸 就觉得 哎呀我的脸怎么这么滑 要倒是爱摸 算是深度清洁面膜吧 所以比较建议一周 用个一到两次这样的 不适合每天用 价格我记得也还好 并不是很贵 反正这个也还不错 我觉得 新路的两款 LAFLA的产品 反正两款都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最火的是这个 他们家超级畅销的 也是很多排行榜的 第一阴味 层子卸妆膏 另外呢 是层子的泡沫洗面膜 反正我到时候会出具体的功课 然后记得去我微博上面看就好了 今天就先分享一下我买的 好了 接下来说一下彩妆的 第一个是 很棉块 日文是竹 裸基 裸萨 它的形状是长方形 头顶是戴三角尖头的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软 然后很有弹性 它的价格 而且有三十块这么大 非常地划算 使用性也非常地高 可以一些粉底膏 粉底液 然后遮瑕 一米膏之类的 资深潭的131粉底刷 它的评价真的是一半一半 就是好的占一半 坏的占一半 但是我自己买来用了以后 我觉得它算挺好用的 虽然它的这个刷头 并不是很大 但是一整张脸的面积 还是很快就涂完了 并且让粉底到皮肤上面的贴合度 也非常的棒 刷毛很软的话少 然后少后的底妆异度也很高 唯一缺点就是 可能会出现一些刷痕 所以一般在用它了之后 我会再用这种彩妆档 把刷痕给免掉 然后盒子里面还会 会有这种收纳带 我觉得还挺贴心的 第一次是蓝牙NAS的长品 一支是我回购的遮瑕膏 象牙白色 就是这个系列里面 最白的那支颜色 我用它用的还挺快的 因为我现在上任何的妆 我用的提亮遮瑕 几乎都是这一支 这是手头上现在在用的 已经快要没什么膏体了 所以刚好回购一个 就真的大推荐这个遮瑕 它非常非常的保湿滋润 就一点都不干 我是觉得任何复制都很适合 不管你油皮干皮混合皮 其次呢 它是我用过的所有遮瑕膏里面 最不容易暗沉的那一款 就是它比起别的遮瑕膏 涂上去以后 可以保持个半天以上的这样子 因为我手头上别的遮瑕膏 用了以后 差不多你出门一两个小时 它就暗沉了 几乎就花妆啦 或者颜色没有那么亮 但是它的效果真的还挺持久的 那唯一一个不足的就是 我觉得它的遮瑕度 如果再强一点就更好了 所以呢 我就另外入手了一支 那斯的这一款遮瑕粉膏 它是像这样子平撞 它里面是像这样子的 就是高撞性的 据说它的遮瑕力呢 会比这种条件的抽取式 来的力度更强更大点 因为它的高撞性 你没有它来的那么水弱嘛 所以相对遮瑕力度 会更明显一点 这一款会比它来的 更适合这眼下和黑眼圈 可能这一支就比较适合 提亮的鼻部啊 额头啊 发令纹下巴之类的 但是它呢 就更针对性的 妆能用来自高撞眼圈吧 那具体的使用效果 就等我下一支彩妆视频来看哦 接下来是这一支 传播产品 就是Full School的 颜色是七号色 是这个英文格子唇用 为什么会买它呢 是因为我之前买它们家的 那个菲桃果的三色修容嘛 那时候就收到了一个小样 长得这么小只的一个小样 然后我就用它 就觉得超级好看的一个颜色 不再解散也是bling bling 而且还挺持久的 也很显摆 也很好搭妆容 所以呢 就去回购了一支正妆 然后把现在嘴巴上面的磨掉 涂给你们看一下 那因为它是这种 纯彩纯肉式的嘛 所以你嘴巴干状的时候 也不会有影响 那它涂出来还蛮滋润的 然后它涂在嘴上的这种 光泽感 嗯 还可以持续停久的 经常涂它出门 它就非常可以保持一整天 都是这种光泽有亮的状态 最后一样是关于美甲产品 光疗甲卸厨业 没有做光疗甲 又不想去店里卸的朋友 因为日本的美甲店 在店里面卸光疗甲的话 是要加钱的 所以如果买一个这个 只要800多日比 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卸 就跟在美甲店 使用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还挺省时省钱的一个小工具 那日本美甲行业 就做得非常的发达嘛 所以从自己挑选材料 做光疗甲到卸甲 一套龙服务的美甲产品 都会卖 所以就很方便 那这个如果大家买得到 也可以找戴过去买一下 这个还挺好用 那最后一个呢 分享一个跟美妆护肤 没有关系的东西 我入了一双 EMODA的鞋子 就是个别 我觉得特别好穿的衣服 或者鞋子 可能以后我都会拿出来分享 这个是EMODA 最近新出的一个款式 有点带黑漆皮的鞋子吧 大家不要嫌它的根太高 我就是喜欢它根这么高 我才买的 因为我天生矮子嘛 反正出门不穿高脸的鞋子 我就没有底气 首先看它这个鞋子 觉得还好就一般嘛 但是穿在脚上超级超级的有feel 很棒很好看 很显脚瘦脚踝瘦 而且穿上它 你的腿从视觉上面看 立马变长两米 主要就非常喜欢它 穿出来的效果 太显高太棒了 而且又是这种低调中 带一点酷酷风格的配色 所以我觉得很好配衣服 比较容易配休闲风 或者平时比较辣妹风之类的 可爱风可能并不是很配吧 因为它这里有毛钉的设计 反正我最近还挺喜欢 穿这种酷酷的风格 好啦 以上就是六七月份的 购物和爱用品分享 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视频 然后记得帮我转发 下支的购物故事 再见咯 拜拜